湖人队开赛至今三胜五负 战绩非常不理想 就其原因 一方面是詹姆斯已经老迈 赛场统治力大不如前 另一方面 农眉作为球队领袖 但受限于技术风格 无法像约基奇 恩彼得那样 既能在进攻端予取予求 又能串联队友 他自己要不就低效单打 要不就减弱 打得挺高效 但是不是自己创造的回合 农眉如果这么打的话 永远也扛不起一支球队的先进 球队只要说 他说球队的真正战术第一核心了 进攻端那块你也是主打了 球队就废了 球迷对于农眉哥也是过于宽容 每次胡人输球 农眉数据只要不拉 总有理由为其开脱 防守农眉太累 他最年轻 他累啥呀 约基不累呗 你讲话 谁不累呀 天天累来累去的 农眉已经有点像五小明星了 一打得老了 他进攻太累了 连续打这么多场比赛 顶五号位 这农眉已经吃不消了 哪个跟你这拖似的 现在联赛当中不打五还打四 你看联赛当中 哪个诡异的四号位像农眉这个神星 所以农眉越打越像五小明星 这点也是他的问题